大家好,尹吉台台掌握 體德發展區的工程如火如荼的進行 曾經有個計劃要建立一個新的運輸系統 叫做體德華寶連接系統 然後體德建立一個單軌運輸系統 但最後又取消了 兩位提案是說,我覺得有一條路線很適合做這個單軌系統 所以江澤朗有點多 首先要講一下體德發展計劃 然後要講一下當時考慮建立的單軌列車 還有這個交輪系統 還有它的基本運作原理 更新一下現在最新的計劃 還有我覺得有些路線 其實單軌列車都可以應用一下 體德就是在九龍東的一塊大的地區 以前就是體德機場 1998年,體德在體德搏尼赤合國之後 然後用地就變得沒用 所以在那個位置發展一系列的鐵絲 這個就是規劃圖 簡單來說就是游林碼頭 體德的體育城 有個都會公園 有個住宅 商業 娛樂 設施 其實我覺得可以加一個小小的機場歷史展覽館 不過現在講到自己的前 發展區的介紹就到這裡 畢竟的規劃圖也是這樣 然後講一下這個區內計劃的新的交通系統 一開始 體德發展區內建了一個新的交通系統 就叫做體德環保的連接系統 那時候就有兩個方案 分別用膠樑的鐵絲系統 以及單軌鐵絲系統 然後再介紹一個系統的分別 那時候就選用單軌系統 這條線有九個站 確實的位置是股下 首先就是由觀塘線的轉車站 九龍灣站出發 就經現在九龍灣商務區 就有四個車站 分別就是這個海賓道站 但是就是在驗車中心或者移動醫院附近 然後就是九龍灣商務區站 但是落在Mega Box和Carbon Zero附近 然後就是體長道站 預計起雲天廣場 有些近九戰的位置 最後就是禮精花園站 然後就要轉入這個新的發展區 首先就是車站廣場站 就可以去到屯馬線轉體德站 然後就要下去體育場館站 都會公園站 然後就開始上去跑道 就有跑道休閒區站 和遊輪碼頭站 然後就要經觀塘的連接橋 就去到觀塘碼頭站 或者經開園道或者建業街 就會去到觀塘站 去轉成觀塘線 車站間大約是隔六百至九百米 但是就是輕鐵車站 1.5至兩倍距離 另外因為草音和價錢的問題 列車暫時不會延伸到 土瓜環台九龍城桶間 當日這個系統大致走線 就回到當時有兩個方案 看看這個膠輪和單軌系統的分別 這個膠輪系統其實跟傳統鐵路很相似 不過車輪不是用鋼輪 而是用普通車輪的車輪 橡膠車輪 這款列車比較適合做中運輪系統 這個列車系統比傳統的鋼軌列車比較靜 可以走波度比較高的斜坡 轉彎的環境比較小 聽起來好像適合一條東九龍線 不過車輪的速度會較低 作效率比較低 車輪的保険度比較高 所以適合短途路線 台北的文湖線 澳門輕軌 以及香港機場的旅客支援系統 都用了這個系統 接下來就來講講 這個被採用的單軌列車系統 單軌列車比較特別 只有一條非常寬的路軌 好處是佔的空間比較小 安靜一點 走的波度也比較高 轉彎的環境比較小 其實有一部份都跟膠輪系統相似 缺點幾次 就是速度比較低 它的設計分為兩種 分別是跨座式和懸掛式的單軌 懸掛式的轉彎的環境再小 而且可以抗天氣下雪的問題 不過這款車走的時候 就會對路面壓迫感 好像車子壓著了 從而掉下來的恐怖 那時候決定會用跨座式單軌 雖然膠輪的轉彎會再好些 但其實這條線的走線都比較簡單 單軌就比較輕便 加上香港現時還沒有單軌列車 比較特別 所以就採用了單軌系統 後來電車公司的交份報告書 反建議採用其他方案 現在三年香港電車提出 不如我們在體德發展區 就用電代化電車 系統大概像台灣高雄的環狀輕軌 用低地台列車走 列車除了選擇環保 路士也有彈性 顏色當然容易 做價是便宜很多 28億 餘補是四分之一 第一期興建的時間 只需9個月 順便提到電車的走線 和單軌列車都不一樣 除了有更多車站之外 還有一段由頭角到 游輪碼頭的路軌 在跑道尾連接橋去觀塘那一條 橋是可以轉給船通過 不會用很高價的 不過最後發展局就沒有用這個方案 主要原因就是 路軌會支援路面的空間 讓雙線列車走 這條路可能因為這樣 就容納不到車流量 就看得越來的空間 都不夠電車去走 所以就沒有被人採用了 這個方案沒有了 單貴車是否就是最高方案呢 咦又不是 這個單貴車現在手中正沉著了 在2020年 政府因為單貴車在開圓道 都頗難有效率地建造 可能塞很久 加上附近九龍東的交通 都夠發達去支援提德 所以就擱置了這個單貴車工程 他就用這個多元組合模式 連接系統去取代這個單軌系統 這個多元組合也有五個方案 一起做的 包括新增一些提德的巴士和兆巴路線 發展自動行人路網絡 建行人單車共用道 建一條高架橋去連接觀塘站 以及建一個水上的士站 那... 我也不知道有什麼好說 因為其實是跟普通新區交通接駁 要做的都不是贊見的 就是開巴士線 建行人天橋 做普通自動行人路 然後就單車徑 建行人天橋的觀塘站 建一個碼頭 好搞定這樣 那這裡就已經四五十億了 沒錯 我都不知道哪一塊有多元 總之我就直接去剷它 首先 你看到網路是想打造一個低碳城市 所以就用環保系統 概念也不錯 這個概念上面 本身電動巴 或者膠輪系統 或者單軌列車都很合理 膠輪和單軌的架角 其實單軌是網路比較簡單 看你這個架配合可以看的 所以我比較支持單軌那邊 後期提出現代化電車之後 電車是比單車以外幾乎 任何交控系統更加環保 更加配合可以看的形象 而且也是一個最便宜的選擇 所以這個方案是最好的選擇 最多就是因為電車公司提出 它是輕建 我給它輕建 它說28億就28億 所以我一定不加價 因為它超過G的話 那便自己揹回 不過還是給電車公司做 如果衰了的話 剩下的工程交給港鐵 就是港鐵做 要賺 至於現在的多元方案 其實就是很基本看得意的元素 我成本想就是 你一開始設計 輕建 的時候 一早應該有些設備 其實它建設完之後 再比電車貴 那我真的反爆發上太空 唉 好無言 我只可以說 這個電阻化電車真的很適合 建議政府可以採用 還有列車不進官塘那段路 或者進去官塘牛角轉行高價路 至於本身單軌列車如果真的常見 我有建議 那條車本身造價極高 客量又不多 不過改造單軌 可能又不錯了 可以做半觀光線處理 對香港的觀光線也有貢獻 在RDS-014 那時候也做過了 正本因為造價過高 乘客量低的因素 就BANG了這個全全鐵路 甚至我看完之後也不太之前 但是 如果將這條線改造單軌 形式器 就可以解決造價問題 而請因為這個青山公路 曲折 上落起伏大 可以克服這些波度大 轉彎半徑小的問題 而且對視角的影響比較低 因為有全海景 可以做旅客用途 同時活泛深井一帶的景點 加工狀況 如果用圓掛式 嘩 更加有特別 特色更加大 除了團傳鐵路之外 還有一條政府未有正式考慮 但是當年網上有人提出過的鐵路線 都很適合單軌 就是西貢鐵路 不過也是在網上吹水 建得整天機率都很低 因為那班人連破建公佬都不想 不過都可以考慮入面 畢竟單軌是輕便的 短距離式鐵路都頗有用 今集就說了單軌系統和膠輪系統的好處 亦都看了一些看得的環保連照系統的計劃 以及現在的方案 今集就想問各位 你想要看得用什麼運輸系統呢 那麼選項再重複一次 有單軌系統 膠輪系統 現代化電車 巴士 可以電動巴 還有單車 以及政府的多元組合 還是一條行人路走進去算 什麼都不要興建 甚至 不如我們全部不同系統一起用 小朋友跟他做選擇 我全都要 歡迎在留言 分享你的看法 今集就到這裡 記得按個讚 分享出去 可以看更多的影片 去訂閱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分鐘 partnerships 是